那我們就要看看一些立體跟練習 就是我們所做的流帶流酸的實驗 一個十字記號 然後沉澱遮住十字 然後呢我有這些的實驗的過程 流帶流酸的濃度 鹽酸濃度 溫度 遮住時間 然後呢 請問你想要探討 鹽酸濃度跟反應的關係 要用哪個實驗來做 根據我的控制變因法 我了解的事情是 操縱變因跟 硬變變因的關係 所以 要了解鹽酸濃度跟反應的關係 就是要改變鹽酸濃度 看反應快慢 遮住的時間 那所以就看看我們的這個表格裡面 哪些實驗是有改變鹽酸濃度 其他的維持不變 然後去測量遮住十字的時間咧 有看得到有誰咧 甲乙式 鹽酸濃度一樣 然後丙丁不一樣 所以 我們要改變鹽酸濃度 其他條件不變 根據這裡所顯示的 就是乙丙丁或者是假丙丁的 鹽酸濃度不同 所以呢 我們就選擇乙丁 我們就選擇乙丁 所以答案選B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請問你 他想要測定反應速率的快慢 做了這四個實驗 請問你 要了解溫度跟反應的快慢 比較哪兩次實驗 有這個 根據剛才的講法 就表示你要改變溫度 其他的不變 那這裡邊 哪個怎樣的實驗是有改變溫度咧 改變溫度咧 可以讓你去了解實驗的結果咧 很便宜 豬 這實驗裡面的假乙丙的溫度都一樣 只有丁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假丁可以 乙丁可以 丙丁也可以 所以呢 我們答案選的 答案是丙丁 但是呢 其他要不變 比如說像假丁雖然溫度變得 是不是因為它的 濃度 鹽丁度也變了 所以不能選 所以其他要保持不變 它的粒狀粉狀也要一樣 所以我們答案就只有丙丁 所以我們答案就只有丙丁 因為其他都要一樣 只有溫度不一樣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丙丁 雖然假丁也是溫度變 可是它其他也不一樣 所以不能做 那乘上題 比较乙丙可以得到什麼關係 我們剛剛跟你說過了 我們是了解操縱變因跟應變變因的關係 你就要看乙跟丙之間改變了什麼 然後呢去測量的 你就曉得它是了解誰跟誰的關係 所以乙丙兩次實驗 乙丙兩次實驗 我了解了誰的關係 所以我了解了誰跟誰的關係 乙丙兩次實驗 乙丙兩次實驗 改變了什麼 所以我了解了誰跟誰的關係 所以你答案要選哪一個 你答案選C 因為 乙丙的實驗 就是只有改變鹽酸濃度 所以你了解的是鹽酸濃度跟其的關係 這就是我們的控制變因法 這個在學測考過很多遍 就剛才講過了 一個是這樣做實驗 可以知道什麼結果 一個是想知道這樣的結果 要怎麼樣做實驗 我了解的是操縱變因跟應變變因的關係 這就是我們的控制變因法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沒有很好 好